然後我看著他 What? 就是完全不懂 所以他說 算了 來 然後就是給我安全帽 直接進摩托車 帶我去公車站 所以我到的第一、第二個禮拜 就遇到這麼好的人 那時候就開始覺得 這個地方 人怎麼那麼好 這個地方 怎麼會跟其他的國家 完全不同 大家好,我是Nio 好多人喜歡上一個影片 所以今天還是會走同一個系列的 首先要告訴大家 我不會拍馬屁 但是 我是真的很愛台灣 可能是因為我太幸運 我剛到達台灣 我遇到好多對我很好的人 可能因為那樣 我才會愛上台灣 你要想像 17年前的台灣 跟現在的台灣 完全不一樣 以前我記得沒有那麼多捷運 一些 ABB等等 以前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現在台灣的外國人 也多很多 我剛到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我好特別 因為我連路上走路 大家都會這樣看著我 外國人 有小孩子看著跟他的媽媽講 媽媽媽媽 你看 他是外國人 我想現在 可能沒有那麼 常會看到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真的好特別 大家都會想要來跟我講話 很多人會想跟我學英文 但是我很難跟他們說 其實我的國家的母語 不是英文是西班牙文 所以很尷尬 因為那時候我的英文 也可能沒有那麼的好 但是很多人 他們還是想要跟我練習 我很很開心 然後又讓我很驕傲 感覺我的英文不錯 所以我自己這方面也有進步很多 17年前沒有智慧新手機 所以沒有那一些APP WhatsApp Line等等 如果要跟爸爸媽媽聯絡 一定要買一個電話卡 這個電話卡要輸入好多數字 1888850 再來你跟他們講 可能過了十幾分鐘 就沒錢了 要再去買一個新的卡 我想已經有很多人忘記那個時代 當然那時候也沒有 所以如果要去找房子 一定要去廣告牌 然後去找 看哪一個比較適合 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紅色的一條 要去撿或是拿 你要的電話號碼 回家再打電話給他們 我還記得好像第二個禮拜 我去紅毛城 然後要回家的時候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麼走 我拿著我的地圖 問人家 不好意思 這個地方 要怎麼走 我要坐公車 當然是用一個 非常爛的中文 他就跟我解釋 啊啊啊啊啊啊啊 然後我看著他 What 就是完全不懂 所以他說 算了 來 然後就是給我安全帽 直接進摩托車 帶我去公車站 所以我到的第一第二個禮拜 就遇到這麼好的人 那時候就開始覺得 這個地方 人怎麼那麼好 這個地方 怎麼會跟其他的國家 完全不同的 你們要想像 18歲的我 在一個很陌生的國家 然後又是一個很陌生的語言 完全聽不懂 我到台灣的第一週 我去住淡水 跟一些 朋友的朋友的 大學生一起住 第二週 我就直接搬到一個 在阿根廷的中文老師 朋友的朋友的家 他們是一個家庭 他們對我非常非常非常好 所以如果他們在看影片 就是 謝謝你們 過了一個月了 一個多月 然後我就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我那時候 已經開始學中文 所以 我有一些 啊中文的 中文學校的同學 他們就請我去他的家住 到上完大學的時候 我是在台大語言中心那邊學 然後我就看到上面 哇 那個地方有在 有菜租租喔 那我就打電話給 我記得是一位黃先生 然後我就去了 我就看到一個 非常大的地方 那時候對我很大 是因為 有一個 還蠻大的房間 一個小房間 一個廚房 跟一個廁所 我就看到這個地方 覺得 太好了 我好幸運 然後我就租了 然後又沒有那麼貴 所以 太好了 後來 我才知道 這個地方 叫做 雲樓加蓋 雖然很大 還是會有很多 我本來不知道的小毛病 夏天的時候很熱 冬天的時候很冷 電費又很貴 因為 要一直開著冷氣 或者是 一直開著暖氣 然後 遇到台風天 整個電話板會這樣子 一直飛 一直飛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在廚房 有放了一個蘋果 去上學回來 看到蘋果被吃了一口 然後想說 奇怪 這個蘋果怎麼了 後來我才知道 會有老鼠 然後會有很多很多老鼠 啊 真的 我在準備這個影片 我就想起很多以前的故事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譬如說 啊 那個房間 的沙發 是我從垃圾剪掉的 那些事情現在比較不會做 但是 啊 只是真的 台灣 touch my heart 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發生 所以 啊 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跟你們分享 啊 希望你們可以 多支持這個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按讚 從ps 我們的